这是我的小狗Stitch 今天要打个招 我一想 我来一起欣赏这个周深演唱的 红红的主题曲《网宁美》 以前的版本吧 它属于是一个民歌风格的 民族唱的让人感觉有点土 那么周深唱的就是仙气飘飘 我认为周深所有的歌里 惊为天人的一首歌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一个是浪远写她 一个是梅雨无暇 我说梅雨无几言 我说梅雨无几言 今生天有一招套 我说梅雨无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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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注的故事设计呢 它是一个神话的传说 是神音逝者在太虚幻境交换了酱猪草 酱猪草得到了滋润之后呢 他要用自己的眼泪呢 来报答逝者的灌溉之恩 他也不问问教育逝者 是不是喜欢他的这种眼泪偿还灌溉 你说灌溉是甘甜的甘露 而眼泪是又苦又咸的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换 一个是浪源仙怕 一个是美欲无瑕 若说梅其缘 今生偏有欲浊他 若说有其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 酱猪草与神音逝者前生今逝的这种缘分 当然是一种旷世的奇缘 前生他有灌溉之恩 然后再来世呢 他能够再次的相遇 结缘相识 这已经是奇缘了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 会遇上谁 你也不知道会和水有什么样的缘分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一个网字 接牙 一个空牢牵挂 你会叹息 你会牵挂 但是这些都是你自己内心的挣扎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 每个人眼里的自己和每个人眼里的另外一个人 他很可能都是一种虚幻 一种假象 有的时候你不希望把你的真实的一面展露 有的时候是你难以遇到之因之欲 能够理解和了解真正的你 和接纳欣赏真正的你 我们都处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自己主观的主观意念的那个世界里 那就是说镜子里的花 未必是一朵真正的花 那么水里的月 也未必就是天上的月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 怎经得秋流到冬 春流到夏 当现实跟你的意愿相违背的时候 你会痛苦 你会流泪 你会伤心 有时候这个情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 有的时候可能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其实活得通透 以后你就会习以为常 如果你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甘露的话 那你就应该安然地待在自己的荒芜之地 或者你就需要自己搅拌你自己 因为毕竟生命是需要滋润的 一个是浪源先怕 一个是为欲无瑕 若说没其缘 今生偏有欲浊他 若说有其缘 如何心事中虚化 一个网字接哑 一个空牢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 能有多少泪珠儿 正经得秋流到冬 春流到夏